這項上禮拜我們立體師的議題有講過 我們要單一遍說話 單一遍說話之後 我們要知道 最主要是要知道我們的 Ozine 最代證物 所以換這個泡路線開口向下 請就可以解釋對照這小題 我記得第二問題是 S 乘三 S 乘三 第一個 可不可以找到一個三條形 三個都是二分之標號 三就正三條形 就有了 第二個 可不可以找到一個三條形 三個角度都小於二分之一 你知道你如果要變成一個頓角的話 就只能一個角度是頓角 不可能三個都頓角 所以顯然你就只能有兩個銳角 你如果以銳角而言 它要小於二分之一的話 它就是要小於三十度 對不對 是不是要小於三十度 Sine 30度是不是二分之一 所以我就製造兩個小於三十度 比如說十度十度是不是就小於二分之一 那另外一個角度就160度 Sine 160度也是這樣的 而且Sine 160度是不是就等著你在看這二十度的角 因為它是R分之Y Y是正的 所以你這個角 160度只加二十度 160度就跟透十度一樣 所以我當然就可以製造得到 對不對 你們可能直光勾一勾 可是麻煩嘛 每一個真的都製造出來 它不行了就要說明 比如說可不可以做大於二分之一跟二三 你知道最少要兩個是銳角 所以你如果要大於二分之一跟二三 你一定要有兩個角度是大於60度 對不對 當你兩個角度大於60度的話 你第三個角度就要小於60度了 所以不可能 不可能你找到三個角度 我其實還幫你告訴你說 二分之一跟二三四 接在60度跟120 這個你一定要很熟 一定要符熟那個角度的大小 所以第三個為什麼錯 那第四個呢 為什麼三個可以找到二分之一 你知道二分之一就是30度 所以你不可能找到三個都二分之一 因為30 30 30也才90 那30 30 150也爆掉 因為你二分之一只有30度跟150度 你不可能從這兩個角度裡面 去湊出三個加起來180 湊不出來 所以就代表你找不到 我那個30 150 就是說你不可能找到三個角度 是30或150度的 最後一個 兩個二分之一一個二分之一個到三 那這就可以了 因為二分之一個到三 因為你就想到我有二分之一 是不是就30跟150 二分之三是60跟120 他老師的血法是這樣 先把你的角度寫進來 要知道三一二相切都是正的 所以請你從這些角度去湊出三個 湊出三個 這裡要兩個 這裡要一個 湊起來是180度的 然後我就湊出來了 30 30 120 對不對 這樣子才這樣在右中 你不要回去說 我說我大概知道 這樣不行 數學就要延寂一點 因為我們本一的考題 就喜歡考那種觀念 觀念 你要把真的對錯 把每一個你都要想清楚 好來 再來最多人有問題的 應該就是S等15 106年的考題 他應該是選擇 我把它改成填充 好來 沒有那麼難想 我看到有同學我們第一邊出來 就更正了一下 這我覺得是在考你弧度 弧度跟度的差別 如果你Xs是弧 一般而已我們寫cos 那Xs都是弧度 對不對 如果你想著你cos是2分之拍到2分之3拍弧度 那就是利幾向線角? 23 23向線的cos是看S座標 cos看S座標 他就是你看我畫的23向線 23向線的S座標都是負的 所以就告訴你cos X這裡右邊通通是負 你透過寫了一個負 它通通是負 那我們就看cosS座呢 S座的意思指的就是 它接在2分之拍度到2分之3拍度 他說S座嘛 那S座是不是就接在2分之拍度到2分之3拍度 那是不是拍 因為本身拍它也就是一個數值 拍本身就是一個量 拍度是3.14159 2.6…點點點點 我沒有寫出來你相信 所以它就是一個5分之5 所以它寫了一個S座 所以它寫了一個S座 所以如果你S座 那我S座就接在2分之拍度到2分之3拍度 它加了一個度啊 那什麼叫2分之拍度 拍是3.14159…點點點點 2分之拍是大概1.5多 點點點點點點 我不用寫出來你相信 所以它才1.5多度 這也有想清楚了 它的含義在講這個 它才1.5多度 OK 可以嗎 好 來 為什麼我可以說 為什麼我可以說 X轉成X然後度 好吧 它其實它在考的就是這個 它說 cos 度 那我想問你 如果 如果 X是π 如果S是π π S是π 我S只是一個變數 因為我說 老師 你那個X有什麼單位 其實我如果指角度 我X是π 我就是一個數而已 我以為沒有說X是角度 你X角度是賦予在這裡 你在cos 裡面 我們就知道這X是角度 可是角度有兩種單位 一種是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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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是度 如果我都沒有那個圈圈的話 它就是弧度 如果我找了一個圈圈的話 它就是度 如果你X這一個數是π 那我cos π度的意思是不是就是 cos 的意思是不是就是cos π度 cos π度跟cos π度一樣喔 cos π指的就是那一個角度 是π弧度 cos π弧度是不是就是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叫π弧度 繞到這裡叫π弧度 對不對 cos π弧度多少 大家都知道 cos 看S 作標 我是不是就看這個點的S 作標 我請我取單位人 取半徑是1的 這個點的S 作標是不是叫-1 -1多少 我半徑我取長度是1的 我指的這個點的S 作標叫做-10 -10 -10 的S 作標是-1 所以cos π cos π弧度 我沒有講 沒有單位就是π弧度 請問cos π弧度多少 cos π弧度多少 我已經不是點在這裡了嗎 cos π弧度 -1 我上禮拜什麼都這樣講 你在想那個角度 你是不是只要看那個點 你用半徑為1的那個點 那一個點的S 作標就是cos y 作標是不是就s 所以cos π弧度 這個應該講cos π弧度 cos π弧度 這個就叫-1 那什麼叫做cos π弧度 那個cos π弧度的意思就是 cos 大概3.14159... 這個多度 我講的是大概 我沒辦法把那個數給完整寫完 可是你一定有Sense 3.1415926... 度 那個角度 那個角度 多大 這個角度在第幾項線 這個角度在第幾項線 第一項線 而且很小才3.多度 連10度都不到 它根本它畫起來根本只是這樣 那個cos 3.多度 我畫起來就這樣一滴滴 一滴滴的這一個 如果我取長度1 取這個點的S 作標 用想也知道 這個cos 3.14多度 就是cos π弧度 因為值很靠近多少 cos π弧度的值很靠近多少 沒有數感 多少 我聽到答案了 大聲一點 這邊講出來 cos π弧度很靠近多少 1 因為cos 0 是1 它就接近0度 它應該是0.9多 我猜了 我現在其實給一下按計算器 我沒有換了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接近0.9多 有沒有掌權 所以你看就是這兩個大掌貨一樣 它在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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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 這個單位 這個π 這個單位 還真的 這個是第一次考 它是第二次考的 它是第一次考的 它第一次考一個 一個更 讓你們 confused 的東西 好 我看一下 這還不是在我們講的領域 我現在放在哪裏 真的沒有在我們講的領域 在高山 來 有一次考那個 更讓你們考慮 你的題目 我是怕擋住這一邊 可以擺 好嗎 這樣我懶得關掉 這邊看得 那邊同學這邊看得到嗎 可以 好 它也是考了一個 cos π 平方 第一年考這個 這是106年才考我們剛講的這一題 不然那一題106 106年 這個更整 這個應該有十五六年 以前 不是很好的題目 我真的覺得是在考就是你們的 對 怎麼叫cos π 平方 沒有單位 那就叫它單位是什麼 它單位就叫什麼 弧度 它在講弧度 所以它在考這個 π 平方 弧度 這個是弧度 cos π 平方 弧度 問你大概多少 所以開始想 你可以說 其實大概多少 我就要問你說 它大概在第幾項線 自找第一個正負 總它對吧 我聽到易選講出答案了 可是其實我先拍 因為我不知道你第一次看到嗎 第一次看到拍平 cos π 他的觀念很好 因為有人學學就是要講 他說 可是cos π 平方 弧度 因為我認識大概多少 他就會說 老師我不喜歡弧度 我的腦袋裡面每一次看到弧度 我都要換成鈍 這不一定是好習慣 我常常覺得是壞習慣 你要有什麼感覺 這兩個 誰說我每次都一定要用公斤 我會不會用台金 不能用硬棒 對不對 你在美國 英國 你就要用棒 對不對 你在去菜市場買菜 你就要用台金 你不要去菜市場買菜 你一直說你跟我換算一下台金 你就不賣你 所以數學也這樣 它那個地方 它就是適合用弧度 你就用弧度 你不要每次幫忙換成鈍 那這個地方 我整個它是適合用弧度還是鈍 所謂拍平方弧度 你們最喜歡的弧度是多少弧度 你最喜歡的弧度是多少弧度 一個最喜歡的弧度就是什麼 拍弧度啊 二拍弧度啊 他這種什麼 二分之拍弧度啊 你們最喜歡起個弧度啊 那所以他考這個 他就說 那這個有什麼呢 什麼叫拍平方弧度 這邊有學 可是我跟你說 對學姐第一次看得到而已 所以考這個當然考得不好 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去換成 換成那個度的時候 沒有想著老師的這個圖 那個學姐就說 老師拍平方弧度 真的有學姐這樣寫嗎 其實我考你 你們一定有人這樣寫 一定有說 老師你不是說拍弧度就等於幾度 拍弧度等於幾度 180度 他說老師我還是喜歡度 那我拍弧度就要180度 那拍平方弧度 是不是就是180度乘180度 對 你就看到問題在哪裡 對 你這樣換的就是度的平方 哪有角度平方 就馬上就發現 可是學姐在考試很緊張 他不會想到這樣 他就說 老師就180乘180度啊 180乘180度 那不就繞很多圈嗎 最後都會繞到這個圓點這裡啊 都會繞到 那就繞到180 180 180 90個360 90個360 就繞到這裡 繞到這裡了 口3就1 我剛剛感到錯 你們是已經講出錯誤了 不對 因為角度根本不是夠平方 所以你要換的話 如果你真的要換 你只能把胎平方換成什麼 胎分之180度 你只能換這樣 關注你還是要揹護它大概多少度啊 因為你胎怎麼消掉一個 你還有一個胎啊 對不對 有沒有請問出來 不是要我的角度還是度而已 我歪度平方嘛 所以你不要換 你就想著 這邊是一個胎 這邊是兩個胎 三個胎 四個胎 五個胎 六個胎 請問這個幾個胎 胎平方是幾個胎 對 他才3點第四個胎 大約嘛 所以你就知道他第幾項線 只要講出第幾項線就好 對 他就大概在這兒 有沒有感覺 對不對 你就只要看他是幾個胎幅度 這個其實所以後來我都覺得 我不要省略要單位了 不要省略要單位就不會有問題 你要記得單位很重要 單位很重要 OK好 所以剛剛前二分的那一個問題 是不是有解決了 有沒有聽懂 老師剛剛的這一題 那個題目修出來 為什麼我這邊講的是 人家講的是 x 接在 x 就一個數值而已 你不要把x 想成度 想成角度 它就是一個數值 接在二分之拍跟二分之三拍 所以剛剛我是變成s 度 我那個數值就接在二分之拍度 跟二分之三拍度 所以我就可以算出二分之拍 二分之拍度 二分之拍度大概多少 二分之拍度就是1.5多度 二分之三拍度有到5度 你就知道如果它變成度的單位 現在1點多到4點多 1點多到4點多的角度很小很小 那麼小的cos 這邊上線一定是正的 一邊正一邊負 怎麼可能正小一等負 沒有這種答案 所以答案0個 答案0個 一邊正一邊負 怎麼可能正小負的 沒有它 有聽懂了嗎 還考兩次 我覺得有點無聊 還考兩次 就會有點混淆你們 從數學方式讓你們清楚明瞭 可是它在混淆你們的感覺 就是對那個模號的意義 想一下 那個ms最簡單就是 你像老師那樣把s帶一拍 把s帶一拍 拍世界再問三拍 跟二分之拍之間 那就是要問你拍度 拍度就是3.14度 就可以小沒小 OK嗎 OK喔 來 那這樣習體是最簡單完的